8月9号晚王一博所属车队发微博怒视私生犯 表示私生犯多次干扰车队比赛 围堵甚至脱关系施压 以至车队收到了赛会警告 并强调明天正赛对车队和车手非常重要 请大家给我们一个舒适认真的工作环境 我们也会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大家 据了解一博当天的比赛成绩是新手组的第一 所有组别第二相当不错呢 该比赛既是体力赛事也是国家比赛 还作为队伍出赛而不是个人 芒果老新闻大家要理智追星呀 报道